第一组要上场的朋友呢 是我们那头的第三名 本次脱口秀大会 也被很多演员看好 也一直在忙活自己的线下巡演 掌声欢迎 陀莫南 莫南那一局 我觉得莫南这一季比赛 表现很长眼吧 然后广志又是 那头出来的第一名 这组已经很有压力了 我觉得这组就是看 广志跟陀莫南这个对决 就广志跟莫南比较有机会 来争夺这个跳段的名额 最近状态还是挺好的 最近这三四个月 我就怕是有一些跑步的习惯 原来是根本不跑步 我觉得特别的枯燥 但是现在我觉得 人家跑步当中 它会激发你一些你的想法 欢迎投莫南 这一次的稿子在我心目中 至少是不比TW的稿子要看 我如果有佟老师的那一套段子 我开完卖我都不会去的 就是玩 我觉得陀莫南实在是太强了 但是它可以激发我的一些创作能力吧 大家好我是广志 我现在的节奏就是下午四点 去开完卖讲一场 晚上七点半还会再去一次 大家好我是广志 其实这样是很累的 但没有办法就是你只有极限创作 才能赶上朋友圣的稿子 广志我觉得他能够把这种很小的事情 层层地去推进 我觉得这是他特别特别厉害的地方 你觉得他们这一组谁会跳段 陀莫南 因为他值得 对他是最优秀的 第二组能跳的是陀莫南 陀莫南跳段的概率更大 我觉得广志如果能接住莫南 他就能跳段 广志 坚定不移地相信广志 能跳段的一定是广志 大家好啊 我最近其实是有点害怕一个老无所依的晚年 我真的感觉脱口秀行业没有什么保障 演出说没就没 我跟蛋总一起喝酒 蛋总会永远问所有人一个问题 就是你几分 你几分 其实就是喝到几分的几分 我开始一时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说怎么 你也考公务员了 我现在每天就给自己设计养老的方案 你们想的我基本都想过 你们有没有想过和朋友们一起抱团养老 就老了以后几个朋友租一个别墅 玩玩游戏打打牌 就这样度过晚年 先不说我有没有朋友 就我为数不多的友谊 就是跟这帮脱口秀演员 如果说你了解我们公司的这个夜生活和久文化 你就知道 指不定谁老在谁的前面 你们听这个道理 因为这个抱团养老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就是大家衰老的速率得差不多 你不能说一拨人比那拨老的快太多 那样你心态这不可能平衡的 你不能说我这边还自力更生了 他们那边已经瘫倒在床上了 说好的抱团养老 变成义夫当官了 因为你要瘫 你就都瘫在床上 然后四个人平瘫就护空钱 谁也别占谁便宜 都手拉着手三二一 一起去世 这样你才行 你不能说两个人瘫了 两个人没瘫 那没瘫哪是怎么着 每天做饭啊 躺那 我要吃金枪鱼 怎么着 我一个人照顾他们仨 我这白天给他们注射胰岛素 晚上推着他们去透析 养老的问题没解决 把这社区标兵线给平上了 你这不敢想 1818黄金眼都过来了 今天我们到访的是 学会区最无私的老人 看 童大爷又在那煲汤呢 我在里面煎着个小牛排 蛋总瘫在那 几分了 这么出啊 我也想过就能不能生一个孩子 但其实我坦率讲 就如果说我要生一个孩子 我也不是为了养老 我是有一个很深层次的原因 我觉得这个孩子 能够给我一种全新的情感体验 那是一种你谈恋爱感受不到的 那种永恒的爱意 没有人会变心的 你谈恋爱出现的所有的问题 都不可能发生在父母和孩子的身上 你不可能出国留学两年 突然间收到点上 你爸发来的微信 据少离多 要不然咱们先算了吧 你爸在那耿着脖子 我看你未来的计划 你根本就没有我 永恒的爱意 你看你谈个恋爱 六七年大家觉得很了不起 这叫做长跑 我爷爷养我爸 也六十多年了 我就没见谁 就是他俩很惊讶的样子 你们是怎么保持激情的呀 我爷爷摆摆手 多少年早成亲人了 你也叫踏实 这就是根植在你DNA里的感情 父母对于孩子的感情 但我对养老有一些焦虑 我对生孩子有一些焦虑 还是我妈给我治愈了 我说妈妈 到时候我的朋友们 都有了孩子 就没人跟我玩了 这是不是很可怕呀 我妈说梦南 你知道更可怕的是什么吗 就是所有人都在玩 就你有个孩子 那你算是完了 你玩当 我说你完了 到时候别人在夜店通宵蹦迪 你在客厅辅导孩子做题呀 我都不敢想象那个场景 我朋友们在夜店里 put your hands up 我在家里拿着本新概念 宝贝 注意这个固定搭配 put something up 前一阵我在晚上看一调查 就问90号 说你们年轻人到底要怎么样 才愿意生一个孩子 就开除你们的条件 有一个答案 深得我心 答案说 如果说就这个孩子 他生下来 就能养我 那我就要一个孩子 我说说的对呀 就你别等到五六十岁 你不敢套了 你就生下来一颗 你就养我 你就说 你思路就是得打开 你养孩子你不敢生 孩子养你 你还不敢生吗 你想想也很有道理 就是孩子 怎么你妈生理费多大劲 空着手就来呀 有点这个觉悟 你别老是 含着个金汤勺出声 你含着个银行卡出声 叼在嘴里 没有一声啼哭 啪里口吐地上 只是我鼻梁 省着点花 不过幻想 终归是幻想 要不然就是我养孩子 要不然就是我养朋友 但相比我养朋友 我还是养个孩子吧 我也想体会体会 永恒的爱意 谢谢大家 我是童木兰 一起养老吗 可以啊 可以 大概率要直通了 对 直通了 谢谢莫南 感谢 三 二 一 请锁票 怎么偷心起养老的问题了 我挺关心的 因为我老觉得 你像你要婚姻也不太顺遂 事也没有保障 你肯定下一个想的 就是养老的问题 杰哥 这有孩子的听他这个 什么感觉呢 我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说 如果说的好像很幸福 那这也不太好 你别怕刺激我们 你就说 其实我觉得孩子这个问题呢 就是到那个时间点了 刚好我就觉得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感觉的 他们比如说两三岁的时候 你只有这个两三岁的时间 那过了就没有了 五岁六岁他就长大了 他没有小时候那个状态了 你就一辈子不可能跟他有这样状态的一个交流 所以说愿意把这个时间花在他的身上 你离你家宠 你家宠到什么程度 就是怎么宠 但是我不会乱宠嘛 乱宠肯定不行嘛 乱宠都是女孩 你也应该宠一下 超越 要是让你选呢 养个孩子养老 还是抱团养老 我觉得生孩子这个很遥远的事 我觉得暂时这个抱团养老蛮好的 我就觉得 就是每一个人 就是教一个比自己平均年龄再低一点的 就是可以形成一个循环 就是一个套一个 一个套一个 一个套一个 那你们一块养老这事 真的这么想过 跟李淡一块 对 我想过 我仔细想过 李淡是一生瘫 这样看不出来是 到底是 有没有病啊 到底是 想过 我确实想过 管治治胜 他们确实比我们还小个六七岁什么的 还感觉能 靠上 就别想养孩子 养李淡这事 这够你多么的 对 我们 今年那个 效果文化的训练营又要开始了 希望年轻的朋友们早点报名 好了 今年招一点 零零后身体好的 新鲜的血液 听着你们公司这么恐怖 怎么 来来来 来讲图个秀 大家一起讲图个秀 好 好 好